請看一下提琴一這一題 題目怎麼說呢 他說在直線L上面認取abcd4點 他說使得ab等於兩倍的bc等於四倍的cd 請問你ab比上bd幾比幾 好我先講一下 這種題目你百分之百一定要畫圖 來請畫圖一下吧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說依次取abcd對不對 你先回答我ab比bc比上cd到底是幾比幾 是不是1比2比4對不對 我先說一定錯 你告訴我哪個比較長 是ab長還是cd長 一定ab比較長 因為他說ab要等於四倍的cd嘛 也就是cd乘四倍才跟ab一樣 聽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不會這個樣子的觀念的話 有個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先問你個問題 1分之1有沒有等於4分之2 有沒有等於6分之3 有吧 好那我講的重點來了 注意聽喔 你覺得上面的1比2比3 會不會等於下面的2比4比6 會 所以這個題目就用相同的方法 你看這邊寫的 ab等於2倍的bc等於4倍的cd 我找出1 2 4的功倍數是多少 4 所以我通通除以4倍 會答什麼結果 會得到4 4分之ab 會等於2分之bc 會等於1分之cd 什麼意思 我這邊除以4 這變成4分之ab 我這邊除以4勒 4跟2越分之變成1分之1 這邊除以4是高1 但沒了 沒有 我就寫1分之cd嘛 那我請問你 上面的比例有等於下面的比例 有 所以我就答一個出來 就是ab 這個部分呢 應該佔幾等分 4等分 聽懂嗎 所以就說這裡4這裡2這裡1 總共幾等分 應該是7等分對不對 所以ab的話應該在這邊 應該佔4等分 然後呢這個應該佔2等分 就這樣子 然後d的話在這邊 所以這裡應該佔4 這裡應該佔2 這裡應該佔1 好那題目在問什麼 題目問的是 請問ab比上bd幾比幾 來 ab4 4 然後bd咧 2比1這個叫做多少 3 所以答案出來答案ab比上bd呢 就等於4比3 這樣會嗎 把它切下來喔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圖要圖要圍畫 然後你還把比例比出來